火线新闻先来看到 中国大陆在10月11月间 接连确诊出4起的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昨天晚上香港政府突然召开记者会宣布 香港出现了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案例 患者是一名曾经到过深圳的36岁印尼邦雍 目前病况危急 随后港府宣布暂停深圳的三个 供应香港的机场输入活机 并将流感应变由戒备提升到严重级别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 晚上11点多会见传媒 宣布香港证实首宗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个案 患者是一名由大陆回港的36岁印尼 正在玛丽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危大 根据患者提供的有限资料 我们知道患者在11月17号 曾经去了深圳 并且在当地陶宰活鸡煮食 所以我们初步认为 这中有可能是一个输入的一个病例 高永文说 患者的家人及接触者 已全部送入马加利医院 其中4名家人有轻微病征 当局会尽快为他们进行快速测试 暂不可确定人传人风险 由于患者曾经到深圳的市场 政府决定暂时停止深圳 三个注册工港活机场的活机工港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2010年